前段时间做了一期A7C工具合集的视频分享 不出意外也是拿到了B站通理型视频第一 你问我为什么只有30万播放就拿到第一 因为我100多万播放的视频都被疯了 今天小宇发现了一款一站式AI神器 软件叫做好说AI 它几乎整合了目前最火的AI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AI对话 通过上传文本或者PDF帮你快速分析资料 AI神称图片以及各种AI工具资料库 一站式关注最新的AI动态 而且此软件还号称最大的AIGC社区 同时Apple Store商店居然有4.9分 接近满分的成绩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款一站式AI神器到底如何 这个软件内置了非常丰富的聊天指令 在AI角色扮演中不但有国外的爱因斯坦 藏内的李白还有真实存在的马斯克 以及 它还能帮你完善想法 一键声声周报 PPT大纲等几十种提高效率的指令供你使用 以及文案撰写翻译提示词优化 营销等上百种指令来辅助你的方方面面 而且还支持语音朗读 简直是口语练习者的符印 不认为绘画才是这个软件的核心 既不需要一张价格昂贵的显卡 也不需要复杂的提示词 只需要在软件中找到你想要绘制的风格 然后点击生成 软件就会快速帮你制作出相似风格的内容 如果不太满意 点击绘制 就能不费出灰之力完成一副高质量的图像创作 像这样 这样 这样都是由这个软件生成的 质量真的没得说 当然不止文生图 点击上方的图生图模块 就能使用参数更多的绘图功能 你可以输入提示词 选择模型 Lora 单次生成的图片数量 分辨率 以及重绘幅度等等 如果你是小白 不知道输入什么提示词合适 点击优化提示词 好说AI就能帮你生成更适合程序读懂的提示词 真是保姆级别AI绘图软件了 说实话AI绘图最难的不是绘图 但是输入什么提示词合适 点击AI艺术馆 你就能看到大家生成的各种图片 点击图片就会显示 别人在绘制时 到底输入了什么提示词 以及详细的参数 你只需要点击一键生成 便可生成类似的图像 最重要的是 不论是前面提到的AI聊天 还是AI绘图 软件都提供了每天50次的额度 小伙伴正常使用应该是足够了 在AI新闻模块 你可以及时看到 全球内外所有AI的动态 以免自己错过AI的浪潮 还有官方贴心帮你准备的 热门AI工具使用指南 以及在AI工具模块 有官方帮你收集了 目前最热门的AI工具 怎么样 这个软件你给它打几分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 玩笑以外 我们谢谢再见 拜拜